年转的大火,严重科严管来的公共建设 在中华市南区的大宝泽水岗提款桌楼 因为共大火山作成楼面破顺楼基下坑 为了派边作成意外 官府把接近第一山的楼段放起来 刷下来会进行金吉秋秋 一转大火后,大宝泽水岗的北边楼面 竟然出现15公分的关键差 一般商行车经本无法通行 连旁边的乞机车流也无法出力 为了派边坐水岗北边的天花楼 是中华市大部路翁第一山的交通要得 虽然路面无法看,但翁来车流更多 日前的大火作成这条道路路面下坑 影响到来往车流的出力 这是在我们大宝泽水岗 这是北方的部分 在这几天的门,尤其在礼拜一天 发生对这他线 最近差不多有15公分半岁 但是这个路机车流更多竟然有等到差不多50米 尤其在那边一直来到这里 这最新的部分,路机车流的部分已经超过两桥 60公分 所以这个经验中,我们今天有要求 我们环政府,水族处,水理工人科的客庭也有来给予现状 以后,往京急抽收,保护管路后 先来做一个冠州,让一个特殊的冠州委员 先做一个收获,最起碼不再继续严重 然后,看这段路,我是建议说这段 整段,既然上段都做出来 这段也应该来做完整 这样来维持我们市民,通往尤其会堂 往中山路上到中山路 这条路虽然是防汛道路,不是一般道路 但是,使用的车辆和另外非常多 而且,在上海的电风时期,车辆常常照常用载 晚上,日时同样,用路上很多 这样就会生成这个危险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冠州,冠州,冠州 就会生成这样的工作 严队这处灾害,关乎水族厨 也先将倒落风起来 并且提报于灾害福建工程 我们这边,目前,县府是先针对灾损的部分 先做一个警示措施的处理 那后续我们会再办理这个检疫的一个 紧急修复作业 那接下来,我们会尽速的将这一段 提报我们的灾修工程 做灾害附件的一个工程改善 那也确保在地居民的一个安全 在那北方以外 南方楼面也因为出现很多空 不然风起来丹台修学 作成这个楼段上下半时间出现 铁车的状况 新中华新闻北冰林 中华彩虹报道